联合时报消息 此次选举走上公众前台成为西班牙上下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此次模拟调查 虽然社工党还将获得约22.6%的选票 但无奈双全难敌四手 人民党公民党和VOA组成的右翼联盟 共获得了模拟票中超过50%的份额 三党联手胜选几乎已经成为定局 而这其中获得9-12%得票率的VOA政党 将赢得一会中43-45的议席 势必将成为西班牙政坛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尽管此次模拟选举两大党社工党和人民党 虽然仍还在得票榜前两位 但他们的领先优势已经岌岌可危相较上次选举 胜选政党的得票率有33%下降至19.2% 而在Albertory Barrett的领导下 公民党已经在此次模拟选举中 获得了和右翼领头洋人民党差不多的得票率 大有超越之势 如果明年年终的大选结果如模拟所料 那么桑切斯将面临2016年大选时 拉霍伊所遇到的情况 选举第一大党得票率不足以阻隔 那么各大政党将面临必须与同治政党达成政治妥协 方能组成政府的情况 根据模拟结果社工党 获得22.6% Podemos获得15.8% 总额只有38.4% 而右派方面人民党 获得19.2% 公民党18.8% VOX 获得12.9% 总得票率已达50.9% 超过一半的得票率 将确保右翼联盟有阻隔执政的权利 VOX方面明年的全国大选是 必将成为2018年 他们在安达洛西亚地方选举大获全胜的一次延续 2018年的传统左派执政的安达洛西亚地方选举中 VOX获得了超过40万张选票 并得到了12的地方议席根据预测 社工党传统执政大区 Lamonca 伊尔岛和Extreme Bureau等地 将来的选举是 必将面临和安达洛西亚一样的情况 极右翼的VOX义军突起 近年来 欧洲各国的政治变化 尤其是难民潮和移民问题 让各国国内的小型极右政党义军突起 各地方选举和未来大选中 极右翼VOX政党的兴起 势必将在西班牙国内 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根据调查 目前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 双城分别执政的 Karmini市长 Poldemos 马德里支部 和Adabla市长 Poldemos 巴塞支部 将来地方选举形势都不看好 目前的模拟选举和民调 都显示越来越严重的难民潮和城市改制 让民众对极左势力的普世价值观 越来越失望 甚至到了愤怒的地步 物极必反之下 极右翼势力的VOX 极其代表的新法西斯主义 会在未来越来越得民心 帮助 居舍 居舍